香港有不少優秀的運動員 會因為生活而放棄追夢 以及會放棄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過往往有人不認輸 認清了自己的目標和方向 他就是其中一位表表者 說的是曾經被稱為 沙牌雙杯不知一的江卓儀 幾年前因為隊友好拍檔謝永雄 而移居外地, 選擇了全職工作 沙牌訓練和比賽亦因此暫停 直到上一年, SONIA正式復出 三十歲的她對比賽心態有點轉變 現在希望自己打得更好 可能對自己的要求會多一點 而且少了教練幫忙 可能自己也有時要身兼教練一職 加上現在可能是中期的年紀 會很珍惜自己每次比賽和練習的機會 不會經常覺得以後還可以打下去等等 我覺得現在的打法和想法 都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再次代表港隊的SONIA 復出後主要火拍杜永彤 先後已經徵戰過全國沙牌賽 以及今年的沙牌鴨巡賽 四月底展開兩站賽事 兩人將會繼續合作為香港爭取佳職 應該會了 因為我們今年合拍後 獲得代表香港的資格 希望將來會多點時間磨合 以及獲得多點默契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今年新合拍 可能有時有些地方還未做得更加好 如果之後更加有密切 希望未來亞運也會參加 你剛才提到亞運 之前也有參加過兩年的亞運 2018年的亞運會否是你的目標之一 現在回來打 其實都想將自己的技術再提升 以及希望打新的一個層次 反而你說會否再追求 還是要回到亞運 未必好像以前那麼強烈 但我覺得如果打得好 自然也會有機會去 復出後的Sonia 也吸引了贊助商的青萊 她早前也成為了 一個運動品牌的宣傳大使 宣揚報行 就是都市人的最佳運動 我想他們兩位在這幾年 其實他們生活中有很多轉變 像杏兒一樣 她又結婚, 現在有新的家庭 亦都在事業上有很多正面的轉變 其實Sonia也很相似 她最近就開始了 她的沙灘排球事業 又代表我們香港出去比賽 也希望在他們兩位的故事裏 可以得到啟發 可以和我們的新系列一起 可以走出新的時走 你都知道 我對我來對你 我們是否就知道 我們是否 跟我們在一起 對我們 我們是否